看旺哥视频,点赞运气光,大家好,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 No.7是不是lucky number 确实很多人都相信这点,特别是 某些行业的人说 七上八下嘛,对不对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 其实这个不一定的,这个有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例如我们一直说这个,例如说20 我们是2004年,2024年,23年吧,他是在巴运 那么实际上来说就是这个No.8,No.8是最好的,他是最旺的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过期,在这个年份里面,这个No.8是最出名的 是最多人喜欢的 发财 那就是之前,也就是说 这就是 No.7嘛,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No.7是最喜欢的 所以就是lucky7,就是那时候可能更多人用 所以就有什么七上八下 那么 那么理论上来说,他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就是 大家要知道,就是 在这个年份里面呢 也是 891 应该是最好的 但是No.7呢 也算小级 也还算小级,因为 就是说他刚退休 刚退休也有一点点能量嘛 就是 咱们是退休的 退休的能量嘛 他还是有一点能量 所以他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到了那个了吗 就要到了,就要到应该说 那是No.9 No.9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最好 应该是No.9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呢,等下再说,我一点给大家说 就要懂这东西 那么我就 1,2,3 1,2 是好的 No.8呢是退休也是小级 就你要知道这些 那么知道这些以后呢就有些 咱们要细致一点的 就说,例如说这个No.2 No.2不能用先的,一般我们不要乱用它 因为这个有代表是什么 它代表背黑锅 背黑锅 所以呢就是 有时候不好的时候呢,它还是不够好 我们暂时先不要用它,能不用那就不用它嘛 所以你到了这个年份的时候其实是 No.9 and No.1是最好的 就记住,也能No.8也能可以用 好,这是一点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任何事情 就是例如我说 我说日本国旗的问题,就是如日中天 就如日中天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有些东西呢 就要小心 而No.9 它就是最大数 对吧 所以最大数的时候它就有些不好的地方,就是后面它走的后面可能就已经下坡路 是不是 它就从Nine要转为One了嘛,对不对 就是我们就变化数下坡路 你要注意这点东西 所以呢这个时候来,也让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逢 三 必生 逢 七 逢七是什么 必变 那必变 就是 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 三三三三 之类的 对吧 我喜欢用这些数字 逢七是必变 而不是七上八下 不是一定是上 它只是变 变也可以变好也变坏 那逢七必变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说了很多原因 举个例子 我们说一个星期有七天 到了七天以后就变为星期一了嘛 对不对 那个 那个 创造天地万物是吧 第七天就休息了对吧 原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 有这些有这些说法对不对 有这些说法是不是 就是还有什么 很多很多 就是你说七的东西有很多 会有很多 就不要说太多了 例如说 还有说什么 太阳月亮还有什么 金星金木水火土 金星木星火星火星土星 加起来也是七个 很多所以 七它只是变 我们说什么叫什么 七年之养 对不对 为什么 它就变 所以你 你婚后第七年是最危险 是吧 最危险的 因为它七就代表变 又说 人体有七个脉轮 佛家有七根智慧住 都是有七字 都是七字 所以那七字就是在北斗七星 对不对 七它是代表一种变 它不是代表什么 一定是七上八下 所以 No.7 它不一定是lucky number 特别是 到了 2024年以后 它已经不是lucky number了 它已经不是了 目前来说它还算是小级 还可以用一用 但到了 这个年份的时候 它就不是lucky number了 lucky number应该是什么 891 891 所以这点是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也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还说一种顺序 但是你只是问我简单的 数字哪些 数字是比较好的 比较旺的 那我告诉你 就是 891 特别是91 91是好的 8也还可以 因为叫什么 其实它是什么 你不能完全忽视它的能量吗 对不对 它还是有能量 但现在最旺的 要来的就这个了 到明年开始就这个了 大家注意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